今天石泉石妹要为您推荐一家花园式火锅 不仅可以在包房里打高尔夫 这菜品也是相当的有特色 我想带你到我们厨房来看一下 我们一些特色的一些东西 还有美食大咖做客酒后吐真言 与你畅谈美食背后的趣事 更有重达200斤的蓝旗金枪鱼 让各路吃货汇聚一堂 这么多好吃好看的分享 赶紧来看看吧 不得不说咱们重庆人一年四季 都特别爱吃火锅 离不开火锅 像是大家夏天就喜欢找那种环境好一点的地方吃火锅 像是南山就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如果没有外地朋友或者是聚会 大家也不想大老远的上山去吃 所以今天爱于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家火锅店 它和南山上那种庄园式的火锅环境上是有的一拼 但是地理位置却非常的优越 它就在那个江南体育馆与那个洗来灯之间 这个小路进去 咱们下班就可以立马过去吃 我想去打探一下了 在这个烈日炎炎的夏日 没有什么比在环境宜人的花园里 来上一顿火锅更舒服切意了吧 今天咱们沐浴着阳光 将寻找美食的路线拉到了南宾路江南体育馆附近 这里不仅交通方便而且美食云集 在这独具一格的地方 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火锅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到了耶 就是这个江南一锦花园火锅 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是名副其实 你看它就是那种很苏州庭院的感觉 然后小桥流水 然后关键在于这个时候繁花似锦 红的黄的绿的各种颜色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吃火锅都觉得很心旷神仪 然后今天天也挺好的 不会太热 今天有点小小的风 咱们这个夏天在这样的环节当中 我就像觉得 我置身在深山当中 在郊区里一样 这样吃着火锅 我觉得真的超愜意 找个好地儿 在这美食之都竞争激烈 火锅江湖更是血雨腥风 能以这般清新脱俗之气 来俘获重庆吃货们 挑剔的味蕾 肯定是凭着它的功力之深厚 我本来以为进到这家 这么小清新 这么那种苏州庭院风 我以为是那种小桥流水人家 一个美女 老板会出来接待我 没想到是这样一个大汉 是什么样子的 我一直以来在从参加工作开始 我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要自己开一家火锅店 所以说我的一个想法就是 为他们创造一个 既能够吃到地道的重庆火锅 又能够享受到一个很好的环境 这是我们打造的一副支配墙 所有的那些花园都是我去进行挑选的 包括这一棵树子 我大概找了有两个月的时间 才找到这一棵树 用心的老板 连您的朋友圈美照都帮您想好了 当然除此以外 不得不说开在市区里露天霸子下的 花园式火锅那可真不多 白天在这晒个太阳 喝喝茶 拜拜龙门镇 约上三五好友小聚一下 晚上在这夜景一米的景色里 来上一顿火锅 甭提有多巴士了 更何况在这花园式的火锅店里 还藏了一项您意想不到的体验 包房里就能打高尔夫 我想到你们火锅店的嘛 怎么还会有高尔夫 因为真的刚刚是在练习场 对对 然后我们我要去选择这个地方 也是当初就是人家构想的 不是单单过来吃一个火锅 下午可以来喝茶 可以来运动 重庆人好吃会玩懂生活 那可是出了名的 看来老板对咱们重庆人的爱好 那也是摸索的非常通透呀 开了这家户外园林 室内高尔夫的火锅店 休闲与运动通通在这能体验 不过虽然这环境安逸 但是吸引吃货们的关键呀 还是这琳琅满目的菜品 和地道正宗的重庆味道 其他的火锅店一般你们进去都看 它是如何来炒料 如何来制作 我觉得可能大家已经有点身为疲劳了 所以我想带你来看一会儿 我们的一些特色 拉露系列 因为我们重庆人吃海鲜呢 跟外地人呢 也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重庆人还是喜欢吃那种麻辣口感 比较强美的 所以我们准备来一个昏大 就是把拉露小海鲜跟火锅 地道的重庆的火锅 对 把它结合起来 然后给司客们一种全新的一种感觉 拉露海鲜搭配麻辣火锅 看来这家花园式火锅 在菜品上也是不走寻常路呀 得嘞 那就先用招牌菜 拉露爬爬虾开个胃吧 火锅店里吃爬爬虾 这样的感觉真的不一样 刚刚我才在后厨看到的爬爬虾 它已经当我桌上了 味道怎么样 哇 好好吃啊 我一想它没太败还是没有味道 说个小话 我们就是要做火锅店里面 爬爬虾最好吃的 爬爬虾里面 火锅最好吃的 万万没想到 火锅店里爬爬虾都做得这么好吃 想必这火锅的味道 也是让人赞不绝口呀 首先环境还好 然后还有就是味道 菜品非常新鲜 觉得非常好吃 哈利的这个牛肉是非常新鲜的 而且哈利的最出名的那种海鲜也比较好吃 环境非常地不错 然后来这吃火锅呢 生上有什么味道呢 然后啊 包括一大区大高尔夫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推荐的地方 关键是价格要便宜很多 来吃吃吃吃吃 因为山上嘛 相对地说那些菜品 我们经常去吃要贵一些 一会儿来哈 我们来说来的是 大到一个就撑饱肚子的丸子 更有当季的海鲜 这绝对是丸子当中的战斗鸡 这么大一个 这样一份多少钱啊 我们那个一份十八块钱 十八块钱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 而且都是选用的那种金瘦肉 猪肉 每天都是细选送去过来的 然后如果当天卖不完的话 我们都会处理掉 不会留到第二天再买 就是香菜丸子 它的口感会非常好 因为它很大颗 肉汁其实会更饱满 它更有嚼劲 我发现这个地方你想哈 环境又这么好 然后份量也很足 我觉得味道也很是我的菜 再加上下午饭 玩也打高尔夫 那感觉这样会不会很贵啊 一开始我们才开业的时候 有很多朋友都认为我们来点 可能会讲得很好 太贵 对啊 其实从我们开始 最初创建开始 我们的定位就是一个大众化的路线 人均消费在七十到八十块钱的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因为一般我们普通吃个火锅也是五六十 对对对 真的是五六十 如果在这种地方哈 如果在我们在外面看 我就觉得有点望而却 我觉得应该会很贵 我只是想吃个火锅而已 然后没想到 在这样的环境里吃这个火锅 其实你真的就是付了 我就是普通吃个饭的价格 但是你想受到的 会有度假的情怀 感受了可以边打高尔夫 边吃火锅的江南异景花园火锅 接下来呢 还有金玉堂白酒 邀您一起分享 重庆餐饮大咖的美食趣事 今天会是哪一位呢 喝酒来人生乐事 你白得酒失百天 关于温酒斩华熊 周一至周五每晚九点半 十全十美为你几些 三十六位餐饮大咖 把酒盐宽 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传授成功创业的经验 金玉堂酒后土真言 我有酒一杯菜 带大家听故事 本节目由金玉堂酒 独家冠名播出 酒庄精致 打造品质白酒 五粮酿造 古法老教 口感香甜 酿品质酒 做良心酒 金玉堂酒 各位好 这里是金玉堂酒后土真言 我是小光 喝金玉堂酒 看酒后土真言 本节目由金玉堂酒 独家冠名播出 接下来要来的这位嘉宾 绝对是一位红人 我跟你说 你只要在重庆路上开车 你看到很多很多高速路牌 和这种户外的广告上面 都是他的名字 说起他的名字呢 他是重庆水果界的一批哥 他是谁呢 我想你一定猜到了 赶快来认识吴小平 大家好我叫吴小平 是吴小平葡萄的 尝试在 我对每次态度 是用心耕耘每一片土地 吴小平葡萄输了 小光你想吃吧 小光吃葡萄 谢谢谢谢 欢迎欢迎吴总啊 我们我们哎不好意思 我们一般都是在那个 路边的超大的广告牌和机场 我们站在广告牌上 看到吴总很大机 吴小平的葡萄熟了 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 来来来来 我们先来一杯戒面酒 No.1 戒面酒 重庆人无酒不欢 开心了要喝酒 不开心了也要喝酒 分享的时候更是少不了酒 当然好酒就得配好菜 小光备上精一堂酒 每位嘉宾也将在节目中 带来一道最喜爱的特色菜 分享菜品背后的美食故事 我们一提起吴小平 肯定就想到的葡萄 对吧 所以今天带这个葡萄 这是今年新产的葡萄 西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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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起后推迟了 我成熟都要推迟几天 推迟几天 尴尬上市 尴尬上市 吴小平这个玫瑰葡萄 他吃进去真的就是有一股那种天然的玫瑰香味 我就不知道你怎么搞的 然后咬开这个里面吧 他那个果肉吧 你感觉就像是在那个糖里面腌过的一样 反正我就跟大家讲 每个好吃的都是那个 就这种是吧 我反正我跟大家讲 吴小平普通啊 不管哪种品种你去吃 绝对就是那种纯纯正正的回味 对 回味 来来来为了 吴小平的回味 哈哈哈 那么注入真言酒 人人都有颗八卦的心 所以在真言酒的环节 我们将递上三个准备好的信封 嘉宾将选择其中一封 进行毫无保留的回答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知道的问题呢 嘿嘿 我们可是有备而来哦 我总来抽一个吧 随便抽吧 随便抽 嗯 好 洒脱 哈哈哈 来给我们看看 这个里面 呃 什么 中国十大 中国十大品牌啊 这个这个其实说的是我们吴小平 葡萄现在是中国十大品牌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呢 我们要慢慢聊 我们首先特别感兴趣的就是 呃 你是怎么进入到就是种葡萄的 这个行列当中的 对吧 你怎么种成葡萄的 其实种葡萄的一个行列啊 我进葡萄的一个行列一切 我是从空心才重要 嗯 做出来过后 好 我都做了腾腾在那边 我都在成都去买买那个买买那个 叫腾腾根子哈 嗯 买根子的时候 好 当地一个 农民 嗯 就是我们住那家人的农民都说 他说小姐你种腾腾的种葡萄的 哎呀 我说我不懂 嗯 他说你不懂 我们一起打货 嗯 我说可以 我让个打吧 他说你出事实 嗯 哦 你出去 嗯 我出技术 哈哈哈哈 嗯 你得百分之六十 我得百分之四十 挺亏做生意的 哎呀 我说 当时啊 人呢 说说人呢 不要太聪明了 嗯 如果我很聪明的话 我都进入不到那个行列 哦 我听明白了 所以说你最开始种那个葡萄 人是照备一个东京那年 哎 我做 我很聪明的 假如我很聪明的话 我都进入不那个 当时我说 哎 要的吗 反正我要的吗 我出钱嘛 你出那个嘛 所以我那个人呢 都不起算机 嗯 所以说人呢 都要 有一种好的心态 不要太聪明了 嗯 当时我的产量是三千斤 就是相当于是走量呢 我只要走量 哎 成都人说的走量 我都是走量 好 最后啊 我们在零三年的时候 我没办法拿菜 嗯 就夸了菜 嗯 钱也接不到了 啥人都没得了 好 我都请了我老师过来看 嗯 我们老师都说 你这个产量太高了 嗯 我们老师怎么说一句话 你煮葡萄 嗯 一定是风味 嗯 一定是风味 风味 好 都跟我说了 可以不啥都不说了 嗯 好 走了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也一直就坚持到现在 这个其实 刚刚那个吴总在回忆这些东西 把细节 时间 当时的情节都记得特别清楚 嗯 所以我相信这个老师 包括那一天 那一瞬间 嗯 应该是对你的 现在的吴小平葡萄 后面的所有的定位 是起绝对性的作用 绝对性的作用 但是其实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我们都知道 其实重庆这个天气啊 有的时候经常下雨 太高温 还有太高温 它是不是不太适合 不太适合 种这个葡萄 那你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是 第一个 连接的现场 嗯 改良土壤 土壤 土壤改良 我们这个土壤 你想要改成它 恐怕有点难吧 这个是难的 非常难 拿了好多 那个不得要 我那个炒炭土的话 拿了有好多 我估计的话 都是用火车皮好 嗯 起码两个列车嘛 两三个列车拿重庆 所以是 从哪儿拿过来 西餐 哦我的天啊 其实你不要去想多了 嗯 公司是谁在这儿做 嗯 首先一个 土地是哪个队 你哪个队土地 土地是哪个回报的 对于吴小平的理解了解 就是感觉确实付出了很多 我们就想 你肯定一定是有规划一步一步的 没有规划 没有规划 其实 实际上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就是 不计回报的去付出 对 到最后生活总会回报你 对 说白了就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葡萄的一个真理 我觉得 吴总给我的奇葩很大 吴总其实是一个特别朴实的人 也是一个特别爱土地的人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人 就应该种植像吴小平这样的葡萄 有酒有菜 有美食大咖们的干货分享 看酒后土真言 喝金玉糖酒 本节目由金玉糖酒独家冠名播出 拨打电话或关注微信 告诉我们你最想看到的嘉宾 本期美食大咖分享成功 下期节目 我们拭目以待 与大咖畅聊美食趣事 更有花园火锅推荐给您 今天的食权食美是不是很丰富呢 接下来还有重量级的金枪鱼 让你大呼过瘾哟 各位好 我是小龙 我现在是在古岛料理 今天我看着这个瞎了 但是今天我其实是为其他的东西来的 我们知道金枪鱼 我们在日料店里面经常吃 但是活沙现开的金枪鱼不多见 今天我们来到古岛料理 就是要见证着今年从大西洋 第一网的金枪鱼 这在重庆是独一本的 据说老板提前一个多月 才订掉这条非常非常珍贵的金枪鱼 听说这条鱼大概有200斤座容重 这么重的鱼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赶快去看一下 今日石泉石美在江北斜信星光六八 见证了古岛日料的蓝旗金枪鱼献杀仪式 据了解呢 这条蓝旗金枪鱼是今年大西洋开往期 第一船最大的一条 重达200多斤 不过你知道吗 献杀仪式也是很有讲究的哟 为了感谢海洋的馈赠 大厨首先将墨鱼汁 刷遍金枪鱼的全身 再用白布踏印 撒盐 见证人签字 一系列仪式之后 鲜美的鱼肉才能进行分解 据古岛日料行政总厨连总介绍 整条金枪鱼最好吃的部位 就在这前身处 免费试吃的众多吃货们 也是对这现切的金枪鱼 攒不绝口呀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特别特别的新鲜 我平时吃这种生的这种 比如说一些刺身是比较少的 对 也是第一次吃这种 现杀的这种 我们在日料店里面 经常会吃到金枪鱼 但这个金枪鱼不一样 因为它刚刚剔下来 那个肉里面 它是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杂味 就是单纯的金枪鱼的香味 和那个大海的味道 这道口感绵长 融化在舌尖的美味 是不是也看得您口水直流了呢 嘿嘿 别急 只要您到古岛就能尝到哟 那这条金枪鱼 我们今年夏天的话 重庆的食客能吃到吗 能吃到 我们会不间断的 就是每一次 有海船出去的时候回来 我们都会在一定的季节 我们都会弄一条回来 然后这条在基本上这条吃完的以前 我们就会再定 这段时间一直到九月份 我们一直是不断地会有 哇 不仅如此 古岛日料还有一份价值288元的刺身拼盘 现在夏季常鲜价 只要168元推荐给您 牡丹虾 鲍鱼 吉拉多 生蚝 众多海鲜 一应俱全 还在等什么呢 快去